年龄上有代狗 然后生活上也有代狗 他说我觉得一直都挺好 但是你觉得 我们两个没结婚之前 我觉得他这个人 虽然比我大一点 但是对我挺好的 直到关心我 然后直到让着我 所以我找这么 比我大这么多的对象 然后结完婚之后 我觉得他这个人变了 就觉得我们之间 没有共同的话题 没有就是有代狗 例如就是说 我们俩结婚 每个七夕节 或者是那个情人节 他都没有送过过礼物 他总认为我不送的花 许多我这个人不浪漫 但是我觉得 夫妻之间 在一块踏踏实实 过日挺好的 我觉得送花 还有那个必要吗 要不然我说 我们之间有代狗的 我并不是让你 送我多贵重的礼物 情人节 或者七夕 我的女朋友 都能收到礼物 都能晒到朋友圈 所以我看他们 都能晒到朋友圈 我也是个女人 我也是个小女生 我也希望我能收到 我老公送我的礼物 我并不要求他 送给我多贵重的礼物 但是我也送你礼物了 那女孩把花扔了 后来我一看花平成好 捡起来了 她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自己说的 你说的 她说你怎么买这么多花 其实你是个挺抠门的一个人 我说这花 是我捡的 大致过我生气了 我认为我 就是说 你先让我送你花了 虽然花是捡了的 但我的钱我也省去了 她倒也老实 没撒谎 我觉得过日子这样 实在带挺好的 她老说我不浪漫 我怎么就不浪漫 这我也不挺好的 我不觉得你捡的花 送给我是一种浪漫 我要的是你的心意 我不是说要一个 物质上的问题 我不是说让你送我 我心里有你 我花我已经送过了 你说 你花以后的 但是不是你自己 不是你发自内心 花钱去买的 行 我们不讨论这个 是你捡的 这个不讨论了 就是它怎么来的 有还是没有 我们在听其他的事 最起码的 他连我的生日 他都不记得 这个不应该 他就送你 大意到这种程度 不是不记得 有叔叔赶是忙了 他生日是哪天 你知道吗 你看他还得想一下 5月10号 给他过过生日吗 他想不起来 每次我过生日 他说的都是我 我告诉他 我说今天我过生日 他过生日 过生日呗 完了 但是我觉得怎么觉得 就是你看你过生日 你喜欢什么礼物 你可以拿钱自己去买 你自己买 你喜欢就够了呗 是你把钱都交给他吗 家里钱都他管 看他现在这个态度没有 他就认为 要不然我说 我们之前有代沟呢 他的思想 就不是他这个年龄的思想 我的钱 我拿我的钱去买东西 和你给我买的东西 它能是一个意思吗 我要的是你的这种心意 你去给我买一个东西 送给我 我要这种心意 行 我明白 我问一句 你们俩钱还是分开花吗 难道 你花你的 他花他的 他这个人 大男子主义 他从来没有往家拿过一份钱 我不是 我也不往家拿钱 你知道吗 咱俩 我现在每个月工作 是三千万元左右 去了交楼带 家里的各种各样的费用 水费 电费 给我们日常上的开销 几乎每个月都是没有什么钱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我觉得你这个人心不在家 心不在我身上 你做一个男人 你都喜欢回来 你对这个家负责了吗 你对我负责了吗 你都没有把钱交给我一次 所以说这么多年 咱俩最开始过日的时候 生命不富足 每次的钱交房贷 车贷 都花出去 我根本没有度于的钱交给你 你可以把这个钱交给我 但是你这个性格你还不知道吗 他特别爱能够花钱 如果做花钱交给他 我们日子没法过 生命当中 他买一只口红 就甚至能花上几百块钱 你说我游戏公司 就三千多块钱 那你说 买了这东西之后 我们日常怎么过 所以我钱 我现在根本就不敢交给他 你说对的 夸张 我哪有一个口红买花 花几百 但是女孩爱美 爱达巴 这都是天性 但是我花的都是 我自己所挣的钱 而且你挣的钱 他每个月的工资 我都不知道多少 那他每个月挣多少钱 然后这个钱花在哪儿了 然后他现在手里有没有钱 我完全 一点都不清楚 你挣多少钱他知道吗 他知道 你咋不跟人交代账呢 你这不好啊 我觉得 女人嘛 东北话来讲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如果你挣的钱都不往家拿 不给我 我找你有什么用啊 我自己过呗 我自己现在挣钱 我自己可以养我 但是你觉得现在这样不好吗 最起码你不用管这么多 你日子过得舒心的 一天你只够自己忙自己就好了 你看他这样 我觉得挺好的 每次我一问 我说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 然后他都说 这个不是你女人该问的 他说这我可以安排 不用你管 我认为他被拿我当我妻子 女人如果像他这样 我认为他反而会很好 没有负担呢 一天什么也不用管 只够打我自己就好了 但是我不那么觉得 我认为他这个人心不在我身上 好 你们俩自己在家 对这个人家不负责任 你们俩在家做饭吃吗 偶尔做 偶尔出去吃 吃饭 我做 你做 他这个晚上出去瞎应酬吗 没有 他这个人吧 他那个客人有个人的爱好吗 他那个 他不太出去跟他们吃饭喝酒什么的 但他这个人的爱好 我也有点接触不了 啥呀 要不然我们 我说跟他有代沟呢 他这个人的爱好 按理来说就是八年后九年后的 一般的爱好都是打个游戏呢 打电脑玩手机是不是 打抬球 但他的爱好就是养鱼养花养草 就宅在家里养鱼养花养草 我养花养鱼养草 有什么不好吗 这不挺好吗 我觉得他这个 他这个爱好应该是大叔大爷之类的爱好 你就当他是大爷 那有什么了不起啊 为什么我出去不乱花钱呢 我不花钱有地啊 你说 那都可以 我觉得要非常好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对 那他对着花 鱼 草 看他们的时间 比看我时间都多 这就不应该了 他能坐在鱼岛面前看四个小时鱼 他不看一眼你 对 那单把鱼充当一个小片 有啥看的看四个小时 是不是精神病 你不认我那一座 其实我买的片鱼照 你在照项买的 看我看够了 然后看鱼是不是 老钱往扣门 不不 行 你直接回答我一句话 你看他看够了吗 没有 看你也没看你 没有 真的我不看我呢 你每天都面对鱼 懒得面对我 这个 总之妻子觉得丈夫是个木头 对吧 对 要钱不给钱 对吧 要关怀没关怀 天天看鱼不看自己 是吧 对 然后这个 希望浪漫一下 连个基本的浪漫也没有 对吧 而且他这个人还特别扣门 扣门 怎么扣门呢 打比如就是我们两个一起 出去应酬 和朋友一起吃饭 吃了十次饭 他十次都不在请客的 一次他都不在花钱的 而且 别人吃完饭了 然后那个都是抢着花钱 抢着买单 那也不太好 他也去 我以为他去抢着买单的 然后结果他去 管人服务员 要包张袋 去打包了 你说你 但是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啊 咱每次吃饭吃的时候 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知道我这个 并不富足啊 就是他们每次想着花钱 我想等以后 我都有钱再花呗 你这不太好 你知道吧 但是我不这么觉得 你说你都不买单 然后你再拿方便袋去打包 你好意思吗 大男人 那么省得浪费粮食吗 你看他 他就这样 行 非常小口 他不是说我这么多毛病 其实除了你不知道 他在身的毛病也非常多 说说吧 说说吧 其实朋友们都知道 你们看得出来 朋友们都知道 他长得比我漂亮一些 对吧 平时非常爱打扮自己 爱打扮不是什么毛病啊 女人天气就爱打扮的 但是我觉得你打扮得过 我知道吗 怎么过了 你为什么每次出门 花的那么漂亮 来干什么 而且有时候就说 你又长这个模样 那我年我怎么办 群的穿的那么短干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不觉得 女人美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用那么过火 而且她每次出去 包括见很多生人 有的时候我们参加演出 有很多人加上微信什么的 平时总发照片 在朋友圈里塞 很多陌生人点赞 我根本就不认识 所以我就特别不理解 有陌生人点赞可以 但是每次她每一条信息 都给你回复 我先打断你一下 我先打断你一下 什么叫陌生人 你不认识的 你就认为是陌生人吗 他们都是我朋友知道不 不是我朋友 为什么加他们微信呢 但是人家我发朋友圈 塞自己照片 正常 现在90和80后的 谁不塞自己照片啊 那我咋不塞 那是你 因为你老古板 因为你这个年龄 根本不是你这个年龄死角 我只想让他们看 其实我在家当中 有的时候我也挺生气的 我说我长得丑 那你让大伙看看 你这副尊容 你长得不磕着吗 我哪儿长得丑了 我说起你的吗 磕着也是你老公 不是别人的老公 是吧 这姑娘说 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都说我说你牙大 你让大伙看一下 你看你牙大不 就这两个门牙 真是得扣一封麻将 都能胜负军旗 行 这片就翻过了吧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这个人 就是平时 非常小心眼 小心眼的什么程度 我曾经有一个前女友 每次我们路过的时候 开车嘛 他总说我往他家看一眼 有时候我就觉得我看一眼 有什么不对了 而且我看一看 我不往前看 我往哪看 我能往后看吗 那你咋不往别人家看呢 偏偏往他家看呢 我看我看那有什么想法 我就跟你已经结婚了 那也不行 看一眼 你不单纯的看一眼 小心眼 你不是单纯的看 就是我在大街上走 假如说 看有漂亮的 有不漂亮的 就哪怕这个人长得非常丑陋 我看一眼 也不可以 回家跟我打手当 就是我看一眼 因为你的不是单纯的看 因为他有个毛病 他看人 尤其看女生 不管好看与不好看 看女生 和这边过去吧 他得一直顶着 一直顶着 一直顶着 顶着到地方 他就是直高 我得看 就是看不得把眼睛 都看进去了 他是平平实实 平平常常的看 我能 我能多心吗 但是我看了 就我的造型 你还有啥不放心的 你心里出轨也不行 知道不 还有这儿不是最主要的 还有最主要的呢 有一次 他和你一个女生 单独地出去吃饭喝酒 看电影 这个是我老同学 这是我最接受不了的 我不相信 你怎么不相信 因为你从来没相信过我 我有一次 我跟我一个女同学 我一会大跟他说 我的最主要是 你每一次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你那边 你最大的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你这边 我一会儿 你那边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你这边 我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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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强调咱们俩差好大岁数 咱们俩有代沟 反正我仔细地看了一下 你们的年龄也不过就差六岁 哪里有代沟呢 哪里有那么差那么大呢 但是他毕竟只有二十六岁 他放眼一看未来至少他的人生可能还得有五十年 现在咱都长寿活七十六岁不算一个梦想 未来的五十年当中他都得看着你去看那个片鱼 然后你就去看那个花草 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小伙子吗 意味着是他的生活是枯燥的乏味的不被关注的和没有亲密的关系的 二十六岁就要过五十六岁无欲无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太亏了 他的人生开始绽放 终于要真正地开始绽放的时候 而这片土壤已经贫瘠了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去座 男生今天挑的衬衫不错 女孩就想让你送花呢 如果你能把自己当成一朵花送给女孩多好 可惜啊 你没这个心 像所有的这些纪念日啊 要礼物啊 情人节 要浪漫的 这些全都是很多大多数女孩追求的那种形式上那种仪式感 但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你在乎我 要你为我花心思 让我们平淡的爱情生活当中多一点浪漫 这个女孩并不是一定要物质 要的其实是那份心意 你觉得自己成熟比她大 但是真正成熟 有责任心的男人 更应该去关注比她小 受她爱护需要关怀的对方的心啊 可你没有去做 你懒得去做 所以种种人家对你的这种指责都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认识不到的话 那你面临的就是离开 你设想一下 如果她离开你 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想过吗 你肯定没想过 你要想过 你不可能花四个小时去看那个鱼 它那个鱼可以随时离开你 花也会凋溃 草也会枯萎 但是你都可以换新的 对不对 但它可能吗 你能承受失去它的痛苦吗 这个代价你能够承担吗 所以说把心思花在应该花的事情上 你得到的一定比你现在拥有的要更多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陀老师 感情就是一场燃烧 爱情是熊熊大火 婚姻是小火慢炖 但是你们的生活却形同死灰 这男生其实如果说他身上的种种毛病 把它放在一个单独的男人身上 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放在一个爱人的身上 就几乎失去了所有生活的情绪 其实你懂得浪漫 对吧 你不请那女生吃饭吗 吃的啥呀 火锅 对吧 那你为什么不请她吃火锅 你为什么不给她买一个礼物 你明明知道她想要 你为什么不买 其实你也不是一点钱都舍不得花的 即便那鱼是按照她的体型买的 那也得花钱 对不对 那为什么每次在外面吃饭 不光不买单 还要拿打包盒打包呢 这是自私 你的钱只花在自己想要花的地方 你的浪漫只花在自己想要给浪漫的女人身上 却不愿意给她顺手 所以说从某个教度来说 这个女人其实嫁得确实有点不止 她所想要的东西都没要的 你说呢 你太习惯拥有她了吧 不过坦率的来说 很多女生日子过成这样除了有她的问题 其实你也占很大的比重 我觉得你今天可能是想要真的离开 因为你觉得形同死归的生活 你再也不想过下去 但是你要想到一点的是 你真的跟别的男人生活 你就能够想过成你想要的那种样子 我觉得未必 如果你一旦要是找一个像你自己所说的 很有浪漫情调的男生 也许就不会像他这么踏实 所以如果你想过下去 你想继续燃烧 请你添点种 如果你不想过下去 也别把她损成那个样子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陀老师 我特别同意白老师那个说了 需要更多的这个激情 26岁真的很年轻 你真的就变不了吗 这种婚姻关系 或者这种夫妻关系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也会见到 不仅是你们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夫妻 回家之后不知道沟通什么 我们在说 为什么现在这个 大家回家以后看手机 就很多人都说 看手机 看手机 你仔细问他 为什么回家看手机 每个人都反思一下 真的让你把手机放下 两个人如果不看电视 就咱们现在的这个家庭 一对夫妻不看电视 别说孩子的事 把手机关上 让两个人心平静气的 坐在一起聊两个小时 谁说我们能聊得很愉快 你对恋人也是如此 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 整个的一个婚姻状况的一个问题 不仅是你们啊 别人也会有啊 于是大家就追求表象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特殊的节日 这样或者那样形式主义的东西 其实那个形式 还真是为了给生活添色彩 你为什么就不想给它点色彩呢 别忽视对方了 你们自己按照你们的方式 去找一些新的生活情绪吧 你们去加料吧 当然你说我就不想过了 不想过就别过了吧 也没办法 谁让那个婚姻如此之早衰呢 你们有选择自己婚姻的权利 如果你们还想要 我希望男生和女生都共同付出努力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真的开始思考他们婚姻当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他们婚姻的有一部分东西 也触痛了电视机前很多夫妻的痛点 大家都应该反思反思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或者情感生活 我们需要给他加一些怎样的料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例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下面就看看 他们自己是否还愿意对这段婚姻努力吧 感谢观看 有请 来